崔永元范冰冰炮火升级,怒对范冰冰不忏悔,恶心和侮辱了别人。 这些天,崔永元和范冰冰也是对象了,以至于范冰冰还发了声明,怒劈骑士谣言。 认为崔永元所晒出的合同,其实并非真实的,自然也并非指的是范冰冰本人了。 当然,这个谣言是指崔永元后来所说一大一小合同,涉嫌偷税漏税,所以才遭到了范冰冰的怒劈。 不过,崔永元并没有指明点姓说是谁,以至于有网友吐槽范冰冰有些急眼了。 最近,崔永元公开回应了范冰冰,讲述了事情的原委。 崔永元称自己原本并不是真实的。 针对范冰冰,只是在晒第一个合同时由于老眼昏花,从而没有将范冰冰的名字给抹去,崔永元还表示了道歉。 只是后来看到范冰冰发了一条微博,才真正惹恼了崔永元,这个微博就是范冰冰自称正在拍手机啊,还成五月很开心。 正因为此,崔永元才觉得要和其一对下去了。 崔永元称范冰冰这事不支持,其行为已经恶心和侮辱到了别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仅如此,崔永元还称范冰冰冰工作室的人并不懂法,只是为范冰冰办事而已。 面对这次风波,崔永元将会视情况发展做下一步决定。 实际上,正如崔永元本人所说,还是冯小刚老奸巨华,怎么几对都不回嘴,无论你怎么说或者说什么,我就是不搭理你。 如果你搭理了,反而真正是引火烧身,越来越麻烦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统币米党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统币米党